哈囉,我是陳語希 今天很開心可以被邀請來看《接送情》這一部 那其實這兩位演員都是我非常喜歡的演員 對,其實在一開始整個故事的鋪陳 就是覺得他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他堆疊了很多 雖然只是生活上面瑣碎的事情 但是卻累積很多很真實他們相處之間的情感 對,我覺得尤其到第二段 就是我覺得在照顧病人的這一個段落讓我很感動 就是其實前面最一開始是郎祖雲所飾演的百合 去照顧他的老公嘛 那那時候他老公生病在床 其實那一part就讓我覺得說 好像真的在於我們很多時候在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好像就是在真的在面臨生病的時候 你才會是最實際的陪伴 好像很多時候我們尤其是現代 我們常常會用我們會用手機 我們會用訊息甚至我們用電話 就像片中永遠不曾出現的小龍他的兒子 但是反而是當人在就是真的是在生病的那一刻的時候 人才是真的最直接溫暖的陪伴 那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到最後顧保銘陪伴著郎祖雲 度過他人生最後的時光 我也覺得就是讓我覺得接送情在情這個字上面 其實很多的時候是在於其實不管是愛情還是情情 其實已經是分不開了 然後我覺得在這一部裡面 我覺得他描寫這個情的過程裡面 他雖然是很平淡慢慢慢慢的去堆疊 但是到後面你會發現這個情字卻好像緩緩相控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就是看完之後 你會有一個很深的溫暖是放在心裡的 而且我覺得真的也讓我看見其實陪伴是搭過這一切的 對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部片 然後也推薦大家可以去看 謝謝